首先的話,期末專題報告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想要通過學分,其實不難 大概有幾個重點跟各位說一下 第一個就是畫圖 我們上個禮拜是畫很多折線圖 當然你將來期末報告,反正我就要看到你要畫圖 而且畫圖不是用人工的方式畫 而是要用程式產生的 所以第一個重點就是畫圍圖部分 也就是說把資料快速地變成一個視覺化的呈現方式 這個呈現方式當然就是讓我們可以很方便地去看 比如像折線圖的好處就是時間跟數量 你可以馬上畫個圖,你就知道說到底哪一個區間 哪一個時間點是最多的 像比如說我們前面有畫了幾個圖 像那個有感地震的交通部的統計查詢網裡面的資料 那你可以看到,當然你這個數字高低低 從100年到112年 到底數字高低,如果我說直接看數字 當然也看得懂 可是如果假設相較之下,比如台北區這個資料的話 如果你要畫個圖其實來理解兩邊比較 你看這個跟看這個 當然你看右邊的這個圖相對的會比較容易理解 有沒有,你一看就知道原來最高的部分 平常好像都還OK 而且數字大概都在15次 一年15次大概以下,好像都差不多有沒有 一下,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好像比較突出的,但108年 好像大概幾年會有一次比較頻繁的地震 其他地區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能夠把圖畫出來 對於數字的理解當然會簡單很多 反正你光看一堆數字其實是很不便利的 其他好像什麼,高速公路的取締 有沒有,畫一個折線圖 這個圖好像我是把它換的位置 那另外的話,其他就是說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需要期末報告有需要畫圖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們原來取得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們是用什麼 直接到網頁上複製貼過來的 有沒有,Ctrl C,Ctrl V 貼過來 但是呢,我希望這個資料假設不是用複製貼的 那所謂不是複製貼就是 那你說老師不用複製貼,怎麼把資料取得 那這個時候當然,因為我們這個課程是程式設計 我會希望說呢,你可以寫一個所謂的網路爬蟲 可以把網路上面的這些資料 這個資料沒有,沒有的話這邊也有 這個右邊部分也會出現 我會希望說呢,你用什麼 所謂的網路爬蟲,把資料爬到這邊來 爬到這邊來,然後讓它可以怎麼樣 可以顯示在這個地方 那不過啦,這個難度相對的會比較高一些些 那有哪些地方比較困難的 其實第一個,你要怎麼 你當然,你假設對於那個網路爬蟲不太了解的話 那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說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透過那個Charge BD 那其實啦,我這個報告 我希望你們其中 至少學會 應該算是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呢,把圖畫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把這個資料給抓下來 那抓下來的話呢 因為你們對於那個程式 其實說真的,大跟桐應該是 不是很擅長 應該算不擅長 然後呢,可是你不會寫怎麼辦 我是建議你可以學會一個方法 就是透過AI幫你寫程式 如果你懂得透過AI幫你寫 這件事本來不OK的 你其實也可以把它解決 我是希望說你可以透過AI寫出程式 並且把這一件事解決 那未來如果遇到類似問題 你其實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反正透過AI 所以我會發現 以前在學程式的話 需要很漫長的學習歷程 才會慢慢 大概會寫 不過我發現很多人 還沒有會寫就放棄了 因為實在是太漫長了 而且太困難了 但是如果現在有AI的話 是不是能夠把以前 這個漫長的學習過程縮短 還有說以前該學的重點 可能慢慢不再是 你要把很多的知識背下來 而是應該是學會如何跟AI溝通 因為AI會幫你寫出程式來 OK 那所以怎麼辦 所以我希望期末報告大概想要看到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你學程式 但是不是用以前傳統的方式在學 而是用一個新的方式解決一個問題 當然不是只有程式 因為AI它的影響力很廣泛 像我看今天還是昨天的新聞 像台大的文學講 它已經開放可以 如果你假設用AI來撰寫文章的話 你是可以這樣做的 只是說那個規定我沒有特別去看 你們可以再看看 那是不是說它可以這樣做 只是說你是不是要把你透過AI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要能夠讓大家知道 其實你大部分都是透過AI幫你產生的 只是這個修改部分是你來修改的 我發現這個應該也跨了一大步 之前是看到清大這樣做 現在是看到台大也這樣做 那我覺得慢慢的應該有個趨勢 就是不是只有我們程式設計可以用AI 其實其他理由像你都寫文章好了 寫個小說 那小說情節有時候你要想半天寫很久 那如果透過AI 你跟AI講一下大概的情節 它幫你寫出來 那當然你可以再論稿 或者你可以再修改一下 這個倒可不可以呢 其實目前當然對傳統的觀念來說是不可 可是我覺得這應該已經適不可擋了 因為潮流就這樣走 你不可能說又往回走了 以後大家都方便說我的話說真的 而且又快速嘛 那你說這樣不行嗎 感覺好像有點不行 但是好像也變成這個趨勢的 就像我記得我很早以前 我那時候當研究生的時候 念碩士班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電腦剛興起而已 那個電腦反而甚至我們在交報告的時候 很多老師他就不能接受說 你交的報告不是手寫的 所以以前還要用手寫 你要交的時候 他說你不要給我用電腦打字列印出來 OK 腳交這個我不接受 他說我能接受就是你要給我手寫 手寫的方式腳交 當然有一些比較老自身的教授 他可能觀念還沒辦法改變 但是慢慢的話 他好像就慢慢可以接受 慢慢可以接受 慢慢就順應 這個潮流 所以慢慢大概也就用電腦在打字 所以我想說AI 改變每個人的學習習慣 其實應該是勢必的一個趨勢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 透過AI解決爬蟲 叫網路爬蟲 所謂的網路爬蟲 你們可以Google查一下 網路爬蟲簡單意思是說 把網路資料抓下來 放在你想放的地方 其實白話意思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只是說要把這件事完成 好像不是那麼簡單 那怎麼做 我們就以這個來看好了 比如說之前交通部的這個網 第一個你必須要產生什麼 就是要跟他講網址的地方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 先把我們雲端白板上面的 那個第四個單元 我們是交通部的 交通部這裡 OK 當然你的報告不見得 一定要用交通部 你可以用別的沒有關係 那我們的那個地震的話 我看地震我之前 有沒有給一個連結 地震的 地震在這裡 那連結 連結好像沒有把它貼過 OK 沒關係我們自己產生好了 那還記得吧 我們怎麼產生第一個 先到交通部的統計查詢網裡面 然後找到那個地震的這個地方 地震在這裡 OK 然後還記得吧 產生資料大概有幾個原理原則 上面的你這個時間部分 然後還會出現在第一欄 重向的 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欄位就是這一些 那比如說 我們要的資料範圍不要太廣 就是大概一百年之後 一百年啦 OK 或一百年之後 周期就年 所以這個是時間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統計的就是說呢 有感次數這些好了 合計打勾取消 這個不要 然後大概就是這幾個 總共記得有八個吧 OK 然後所以呢 將來會產生的欄數 基本上算完之後應該就是 一欄是這個時間 然後其他八欄就是那個區域嘛 所以按查詢之後的話 得到的結果 有沒有發現這個結果就長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 剛剛在上面設定時間就是這個 第一欄 理論上這個會空白 第一個會空白 然後呢 在下方的這個打勾欄數就是這個 那底下的話就產生 哪個時間的哪個區域的數量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時間軸 那這些的話就是它的數量 那每一個欄 一欄代表一個地區的一個資料 如果假設我們上禮拜是練習怎麼樣 透過這個資料 不過上個禮拜我們是直接用複製貼上的 複製貼就直接選起來 Ctrl C Ctrl V 過去 但是如果今天呢 我不要這樣做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有感覺上效率不髒 以後如果假設你每天都要抓這個網頁上的資料 那你變成說每次都要再來手動一次 滿花時間 而且如果假設你一頁就算了 如果你假設一百頁的話 你每天都一百頁每次都要再來一次的話 那其實滿浪費時間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喔 你就需要用到所謂的網路爬蟲 那怎麼爬喔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喔 我們會希望說有答案 可是答案當然有幾個方式啊 不過以前傳統的 以前可能你就Google查一下網路爬蟲 甚至網路爬蟲 關鍵是可能再加上VBA吧 那其實喔 網路爬蟲 其實有很多啦 但是 以前的Google搜尋喔 它的缺點就是怎麼樣 漫無目的 比如你找一下 哇 給你一大堆 你變每個都要點進去 每個點進去 但是不見得有答案 那AI改變了什麼 它也是幫你搜尋 只是說搜尋的答案呢 更精確 更加的接近你要的 但目前來看 好像沒辦法百分之一百 那為什麼不能百分一百 那跟你敘述的方式很有關係 也就是說你至少你要知道 你要怎麼問他啦 所以 這個也是你需要學習的 問問題的方式 問問題裡面可能還需要 你要知道你要問問題裡面有哪些 算是專業的術語吧 可能要知道一下 所以我們第一個 先透過交通部的這個 查詢網好了 那第二個 我假設 我們今天就來練習 如果呢 我希望透過網路爬蟲的方式 取得這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 這個是上個禮拜做的 我們上禮拜是練習 畫折線圖 那接下來的話 我用GPT GPT好像最近又有改變 GPT OK 你帶來一個GPT好了 Enter 現在好像變成4.0 OK 4O 不是4.0 感覺好像4.0 好 那GPT的話呢 裡面 剛才點擊進去 它這好像以前要 要登錄才能夠用 現在好像連不登錄都可以用 我先登錄好了 我習慣 登錄的話 我用了我的Google帳號 直接把Google帳號登錄進來 那問問題的話該怎麼問 其實還蠻簡單 你也不用想得太複雜 基本上的話大概就是說 你到底 比如說我們要怎麼問 比如說我要寫什麼 寫一個程式 OK 那我的網址就這一個 所以待會你可以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那你可以怎麼跟它講 其實你也講白話一點 複製一下 所以你可以怎麼 請 請幫我 撰寫好了 或者幫我寫就可以了 撰寫這個VBA好了 VBA程式 然後呢 應該算是 下載 直接會覺得下載 可是它下載的意思 有的都是真的幫你存一個檔 所以你把這個 將 網址 好了 網址帽號 就把剛剛的網址 這個網址貼上給它 然後呢 再來 這個後面你不要再 我奇怪是按一個 Ship加Enter Ship加Enter 是強制讓它換一行 不然你按Enter 它直接就 就送出了 Ship加Enter的話 意思是說 強迫讓它換到下一行 將這個網址 的資料 怎麼樣呢 匯入到Excel 中 這樣就可以了 簡單敘述一下 所以其實 幫我撰寫 VBA程式 然後下載的網址給它 然後記得喔 就要匯入到Excel 當中 那頂多是說 我有個習慣 因為它可能給你的程式方法 不見得是你想 因為我習慣用IE物件 去下載 所以這邊的話 請幫我 或者是你在前面再加一個 什麼IE物件 請幫我使用 IE物件 這樣 那如果你不加這一行的話 它有可能會用別的物件來做 OK 什麼叫IE物件 其實白話意思就是說 它會幫你把這個網址 丟到一個瀏覽器 但是它瀏覽器會用IE 那你說老師現在不是都Edge 不過Edge背後其實也相容IE的 所以其實也是叫Edge瀏覽器 然後把網址貼上去給它 它就幫你把資料下載 並且匯到Excel 大概是這樣 OK好 那我把這個敘述打完之後 接下來我就把問題丟給它 所以這邊有幾個關鍵點 第一個就是撰寫VBA程式 然後我這邊有加一個 強制讓它使用IE物件 如果不加它會用別的物件 然後給一個網址 所以是做什麼事情 然後到哪個網址 最後目的地是放Excel當中 我們來試試看 當然有的時候你給一個敘述 不見得一次就要到位 其實你可以分幾個階段 OK 我想你們都有做過其中報告 好像發現很多同學 其實滿認真 都有去做分析 好 送出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就理解你的意思了 IE物件其實就是Internet is Broad 它還會解釋 所以IE物件其實就是Internet is Broad的物件 來抓取內容 並匯入到XML 它是一個常見的自動化任務 而且它 現在我覺得好像 ChallGPD好像有比較聰明一點 以前是直接給你程式碼 完全不解釋什麼任何 現在還會給你解釋一下 然後底下才是程式 OK 那程式部分的話呢 前面它會有一堆的定開始 不過跟各位講 將來你在使用程式的時候 其實這個定都可以不需要加上去的 因為VBA的環境裡面 這個叫宣告 這個變數的形態 那其實不宣告也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裡面什麼寫 它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在目前的工作表 這個工作部值得Excel 裡面呢 幫你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名稱叫這個 不過我覺得這兩行應該是不需要 因為我們不需要額外新增 它是新增一個工作表 名稱叫這個 那其實我們不用啊 直接給它一個空白 它直接匯入 所以將來這個可以不用加沒關係 那底下的話呢 它就開始幫你 幫你產生一個 叫做Internet is Broad的一個物件 名稱叫做IE 那這裡有一個方法 叫做Create Object 那這什麼意思喔 其實白話意思就是說 本來呢 Excel本身是不能做上網的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假設你要能夠讓它能夠上網 連到資料取回來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加一個外掛 所以Create Object 白話意思應該就是 我把IE浏覽器外掛到Excel當中 那要怎麼做 很簡單 叫Create Object 就是我把它掛進來的動作 就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有哪一些方法 包含主要是這個 Navigate 後面就是加上它的網址 所以它這邊基本上就把網址給它 那我看一下這裡 就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錯 那這個的話就等待網頁載入之後 再去抓資料 抓到的資料的話呢 它主要是得到背後的原始碼 那這邊的話 IE.document 實際上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按滑鼠右鍵 裡面喔 這個網頁 這邊又有個叫檢視原始碼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檢視原始碼 那這個地方你把它按滑鼠右鍵 檢視原始碼 各位可以看到 那如果以前你有學過網頁編輯的話 應該會講到什麼叫HTML 就這個東西 哇這像天書一樣 那沒辦法 因為你看到的是前面的東西 但是電腦能解析的就是背後的東西 所以它怎麼解析 它是透過HTML解析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會HTML 那要想要了解爬蟲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點問題 大概說一下 然後呢 它透過什麼呢 欸 所以喔 背後的原始碼裡面 它要抓什麼呢 抓它的標籤名稱 標籤名稱的話呢 什麼叫標籤 這個我建議啊 你可以學會一招按右鍵檢查 不要用原始碼 因為原始碼太多了 你會看得很累 那一般習慣會在表格的左上角上按滑著右鍵 你可以檢查一下 那檢查之後的話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喔 這個背後的原始碼就會告訴你 而且因為我剛剛郵票放這邊檢查對不對 它也會告訴你這個地方的原始碼叫什麼 那其實喔 你們現在需要學會的喔 主要就是小於符號後面的這個名稱 有沒有 叫TH TH的話 指的就是一個儲存格的標籤名稱 那你在往上看有沒有 這個就是TR 欸 怎麼叫TR 那其實你目前喔 至少要學會幾個標籤 TH TR 跟TABLE 那TABLE是什麼 其實TABLE 我顧名思義嘛 就是這個表格 OK 表格的範圍在這裡 OK TR的話是一列 所以這個TR指的是這一列 這一列 OK 然後呢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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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格就是TH 所以喔 它的關係是由上而下 一個表格裡面的TR就是一列 然後呢 裡面的一個儲存格就是TH 但是你說喔 底下的資料 像這個資料按右鍵喔 像這個台北區下面 100年按右鍵喔 檢查一下 你會發現 欸 上面不是TH嗎 那為什麼底下還有TD喔 欸 那其實喔 意思就是說呢 只要是它標題名稱就是TH 如果它不是標題名稱 那就是TD啦 差別在這裡而已 OK 我們大概知道一些規則之後 等一下其實我們來試試看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爬成功 所以喔 這個大概基本的 你們可能要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如果不會的話 以後要爬資料 即便有AI 我想也不太容易可以完成這一件事 那接下來它就是幫你取得什麼 取得 第幾個Table 那Table的話 刮鬍這個是第幾個啦 刮鬍0喔 看一下 我們這個網頁裡面喔 到底有幾個Table 它是不是在第一個 所以你可以切到剛剛這個表格 那我怎麼知道它是不是第一個 你可以 是不是一個 Table 那你在往上有沒有Table 往上好像還有一個Table 所以看起來好像不是只有一個 這個應該是第一個Table 它應該是第二個 所以待會如果你爬資料的時候 應該會失敗 我看這個程式好像有一個Bug 哪個Bug 就是這個地方 應該要改成1才對 因為編號從0開始 如果它第二個 不然的話可能會爬錯誤 那底下的程式就是怎麼樣 它幫你把它逐一逐一打開 然後把資料匯到Excel的儲存格 這個過程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把它複製一下 看一下 這把複製程式嗎 然後呢 我把它直接貼到我的 這個 我先開一個空白的 來這邊練習 然後並且把那個開發人員打開 OK 然後把這個程式貼上看看 不過應該 我看了一下 應該會有Bug 就我剛剛講的這個Bug 我把這段貼 貼到下面 貼到這裡 OK 貼上 OK 那來跑跑看 裡面應該是正如我所說的 應該 那它會先做什麼呢 它會先新增 我按F8好了 新增一個工作表 所以Add之後 它就會新增一個工作表2 然後把名稱改成叫什麼 叫Import Data 這個有沒有 所以可以看到 這邊就Import了一個Data 不過啦 我是覺得這個動作好像不用做 所以將來這個 我可能會考慮把這個把它刪掉 因為我就直接開一個空白 讓它直接下來就OK了 那就不用另外再開了 不然會容易造成錯誤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連到瀏覽器 不過它這邊會自動打開瀏覽器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有Visible Visible等於是看不看得到 等於True 連到那個網頁 等待直到網頁載入為止 所以它這邊會有一直出現等候等候 它這邊就會開始去載 載入了之後 它就可以 是要有啦 OK 所以理論上它真的可以幫你寫 那這裡的話是取得HTML的原始碼 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再去找它的第一個Table 不過我剛剛講 這個應該有錯 應該是改成第二個 所以如果理論上抓應該會抓錯 來支持 我先底下全部跑完好了 OK看一下 有耶 資料有出現 但是你說老師為什麼它出來的東西 它會只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原因其實出在哪裡呢 出在我剛剛這邊 其實它抓其實就抓到哪裡 抓到第一個表格 對它有抓到了 不過因為第一個表格裡面 就放這些東西 它有抓到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如果你要讓它正確RUN 這個變成你要自己有一點點基礎 很簡單 只要把這邊改成1就可以了 OK 然後另外的話呢 大概改幾個地方 這個改一下 那這個新增工作表我覺得不用 為什麼 因為你新增工作表 下一次再新增名稱一樣會出錯 會這邊有BUG OK 所以我乾脆這個不要 那不要你不要直接刪 一般我習慣會按 上面工作表 右鍵編輯一下 然後把這邊的話 先加個單引號 就把它註解掉 這兩行不要 或是把它刪掉也可以 好 再來考考看 好像沒改什麼 我再執行一下 就讓它全部RUN一下 有沒有它跳出來了 然後它就會直接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然後自動的話 再把這個瀏覽器給關閉 OK 怎麼沒有把它關閉 有錯誤啦 OK 真錯一下 這邊有一個錯誤 所以它其實 程式還是有BUG 你還是要去解一下 好啦 那你們先試一下 就是 先了解一下我剛剛講的重點 就是說 如果你要抓的是交通部的地震 的網站資料 我們先取得 然後利用Charge PD 給它一個敘述 我剛剛的敘述方式 原則上就是打這些文字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OK